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悬挂的党代表照片看 为何其中会出现两名外国人的身影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 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书记 但党代表照片中与一大会议代表塑像中 为何不见这位声明显赫的共产党的创始人身影 疑问重重 往事并不如烟 新中国成立不久 南湖边上就建起了这座南湖革命纪念馆 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们 大度想了解一些90年前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历史故事 这种曾经在南湖上荡漾 为游客们提供休闲娱乐的画法 就成为了那段历史不可获取的见证 好 各位游客 大家看一下这艘船模 这艘船模呢 就是根据当年召开中共一大南湖社会的红船 按照吴敏敏所想精心制作而成的 当年中共十二位代表呢 就是乘坐火车从上海来到嘉兴 在这个船的小小的中航内 是中年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所以呢 老百姓也亲切地称它为南湖红船党的摇篮 于能 嘉兴日报编辑 最近他正在编写一本《南湖志》 他发现有许多留存史册的故事发生在南湖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极富代表性的一件 他说一大代表能到嘉兴与护航铁路紧密相关 也就是说那时嘉兴与上海之间已经开通了火车 当时就是说每天要开好几班 基本上就是说从上海到嘉兴的话 只要三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时间就可以到了 所以说基本上可以说是用现在的话来讲 是一个同层效应 上海到嘉兴非常方便 上海市望志路106号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地 今年特地整修一心迎接缅怀者的到来 当年这座建筑坐落于上海法国租界内 从史料看 一大会议之所以选择这里 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李汉俊有关 因为这座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的住所 相对来说此地比较安全 会议是从1921年7月23日开始 议程一直进行得很顺利 一周后代表们争论的焦点 集中在党纲的论述上 在浙江嘉兴学院 陈水林教授主讲中国革命史 对于那段历史 他已做了多年研究 他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时 代表们对将要诞生的组织 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设计 我们这个党是一个革命党 还是一个研究学术团体 比如说像李汉俊他们认为 现在马克思主义有德国的有俄国的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是不是我们要研究搞清楚了 我们走哪一种类型的 但是大多数人已经认为 我们应该成立一个革命党 又比如说 关于我们这个党是实行极权制的 还是民主制的 也引起了争论 代表们的争论影响了会议的进程 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认为 有必要统一大家的思想 但是7月30日这天 当他从居住的大东旅社来到会场出席会议时 突然一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闯进会场 随后此人又借口进错房门而匆匆离去 后继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薛庚申回忆 当年闯入会场的不速之客叫程紫青 他的闯入所释放出的危险信号 使得一大代表迅速疏散 李润波是中国收藏家协会的常务理事 从1979年开始收藏老报纸 2011年中国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他这本老报刊说党史 在这本书中 他详细描述了经验丰富的革命活动家 扬面孔的马林 我们参加会这些代表还没有那么高的警觉性 但是这个马林 共产国就代表马林 他经历性非常高 他是参加过多次的建党活动 走过好多的国家 所以他意识到要出危险 要求会议马上停止下来 赶紧改地下 这里是嘉兴南湖的狮子会渡口 矗立于湖畔的这组生动形象的铜像 塑造的是躊躇满志的一大代表 1921年7月31日上午 他们陆陆续续下了火车以后 就是从这个渡口乘船去了南湖 回首往事不难发现 一大代表来自北京 济南 武汉 广州和上海 按说这几个城市都可以成为会议所在地 但最后为何选择了上海呢 有人认为选择上海是因为召集人李达在上海 上海又地处这几个城市的中心 但于能认为这里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 北京是千年帝王之都 官僚文化弥漫 会谈容易陷入说教 上海和嘉兴都是由古老的运河 养育出的商业文化比较成熟的城市 协商的氛围会更浓郁一些 而一大会议由上海转移到嘉兴 据史料考证真正促成此事的应该是这个叫王会晤的女子 王会晤是大会召集人李达的妻子 当会议在上海出现变故 大家一筹莫展时 是他向李达建议 可以到嘉兴南湖上租一艘画坊继续开会 嘉兴是他的老家 王会晤就提前一天到嘉兴 顾好船 找好旅馆 安排好持住以后 然后第二天代表们就坐早上七点半的火车到嘉兴 然后下了火车以后 代表们回忆说 好名夫人就是王会晤 在火车上就接我们 然后说顾着船就停在河边 我们就直接上船了 刘江洪嘉兴市委党校副教授 他在研究中共一大的相关资料时发现 一大代表来到南湖 貌似偶然 其实是必然 在一大召开之前 加入上海的党的早期组织里面的成员有十七名 十七名成员里面有七名是直江级的人士 这里面就包括了嘉兴的两个 沈彦斌 沈泽民 绍兴的也两个 于秀松 绍丽子 还有金华的两个 陈旺道 石层桶 还有萧山的沈贤卢 这样七位 另外还有李达 李达虽然不是浙江级 但是他的夫人 王会晤是浙江嘉兴人 早期的浙江的进步分子 在上海早期党组织里面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刘建宏认为 当时上海市民远郊出游 一般去三个地方 首选是扬州和杭州 其次才是嘉兴 代表们最后把会议 搬到嘉兴南湖的这条船上 主要考虑的还是这里安全可靠 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 人们可以了解到 中共一大在上海和嘉兴 召开的全过程 细看历史 许多人会诧异 在这些代表们的照片中 怎么会出现了 两位外国人的面孔 那最后两位是当时的共产 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和尼卡尔茨基 两位也是练习了上海的会议 那在这里呢 各位看到一共是有15张照片 但是来到我们嘉兴南湖开会 只剩下12位代表了 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 设置的电影 开天辟地中的片段 画面中这两个外国人 就是纪念馆照片上的 荷兰人马林 和苏联人尼克尔斯基 他们的到来 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 有着直接的关系 陈水灵根据新进发现的资料 确认马林是当年荷兰殖民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创建者 1920年7月 马林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并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 苏维埃政策主席列宁 指派他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 这次会后 他特意前往中国 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 马林是当时国际上著名的 红色革命活动家 他路过奥地利时 曾遭到逮捕并被驱逐 当时他的行踪已经暴露 马林是过苏尼斯运河 然后红海 印度洋 然后到上海 这些国家的大使馆 也都及时地通知 告知有关国家的大使 包括我们中国的法租界当局 租界当局又把马林的行踪 报告中国当局 所以马林6月3号一到上海 法租界就盯上了他 他在上海 住在这个大东旅社 然后后来又搬了好几次家 这个租界当局都有记载 列宁特地把这个被各国 如临大敌的马林派到中国来 还有这样一个深层原因 1917年 俄国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推翻了沙皇的统治 建立了新政府 但是这个新政府受到周边14个国家的联合奖杀 无产阶级政权 岌岌可飞 在这种情况下 列宁他开始构想一个世界的反地联合战线 他设想从欧洲 经过穆斯科 再经过我们中国 日本 然后到拉美 形成一条世界的反地联合战线 能够把原来帝国主义的这些殖民地 半殖民地 他们称之为后院 变成反地的前哨 当年 列宁希望中国人能尽快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并加入到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中来 陈独秀当时是中国最具威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传播者 当时他与李大钊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 李润波在老报纸中发现 马林1921年5月3日到达上海时 也正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三届大会即将召开的时候 因为这个共产国际第三届代表大会 它是在1921年的6月22日到7月12日召开 共产党呢 中国共产党那时候还没有召开过集体性的会议 还没有选出一个明确的领导人 这样呢 你要是召开大会期 你要是再不能派代表去的话 你这个组织很可能就出现不了了 就会要抬死辅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洲 这个拉美这些地方也兴起了这个反帝的这种浪潮 据统论 据统计在1918 1919 1920 1921 这个几年里面 这些一共组建了四十多个共产党 组建成立了四十多个共产党 这是一幅描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画卷 在这个画卷的中心会有孙中山 毛泽东 李大钊 宋教人 蒋介石 陈独秀和周恩来 但是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 促成这次国共合作的一个关键推手 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马林 因为马林这次来到中国还有另外一项使命 他在上海开完一大以后 他马上到广州去 和孙中山会晤 在广州 他亲眼目睹了广州革命政府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 所以他认识到孙中山的国民党 是真正的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马林向共产国际汇报 共产国际下此令要国共合作 共产党由地下一下转到地上 社会一下都直落 中国共产党非常响亮 而且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加入了国民党以后 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 非常受重视 那会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形象都是纯的知识分子 知识水平 政治水平都非常高的 所以加入国民党以后 也受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度重视 孙中山他们都非常重视咱们这个共产党的人 参与人士 所以他们起草的大部分文件 都是要求咱们中国共产党那些参与人士 去帮着去整理去制定 国共合作期间 中国共产党员有几百名发展到五万多名 社会影响日益增大 马林在中国一共居住了四年 他既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设 也为中国共产党未来曲折的发展 埋下了伏笔 他曾施加压力 要求陈杜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听命于共产国际 真正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是1922年7月 也就是二大会议上正式宣布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一切行动都要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支部 在嘉兴有这样一个故事广为流传 1954年一辆专列路过嘉兴时 特意在南湖边上停了下来 61岁的毛泽东主席走出了专列 在南湖边助力了良久 1921年毛泽东来到嘉兴时28岁 那时他是湖南的党代表 一大会议时担任书记员 在当年毛泽东主席曾经助力的地方 现在又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南湖革命纪念馆 它其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辉煌地场 纪念馆里的这组雕塑 记录的是参加一大的代表 知道那段历史的人 大都喜欢把历史人物与这些雕塑进行对照 对当初建党贡献最大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都没有亲自参加一大党代会 大都会感到不解 陈独秀直到自己又不能参加一大 也不能参加共产国际大会 怎么办呢 参加一大 他是让包惠僧去代替他参加的 参加共产国际大会 他是临时指派 实际上是李大钊 提出了指派张泰雷 那时陈独秀正在广州筹办教育 李大钊在北京 因为分身无数 所以他们都没有参加一大会议 但会议进程 随时都向他们通报 陈独秀李大钊 由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 因此无论在党内和党外 都拥有很高的声望 李大钊他的贡献主要侧重于马斯主义一些基本学说的传播 陈独秀他是比多方面的 首先是他从1915年开始就创办了新青年 他传播新思想 新的学说 而且陈独秀在社会演讲也多 他的思想目光都是非常敏锐的 他的个人的号召力也是非常强的 孙中山先生曾说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脱颖而出的 1941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提议 要为共产党过一个生日 但当年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 由于时间久远没有定论 但七月是大家一致认同的 于是就把这个日期定在了七月一日 登上嘉兴南湖的烟雨楼 可以感受到艰难历史的久远与辉煌 而在烟雨楼下随水波动的画坊上 人们感受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曾经的艰苦卓绝 九十年后的今天 想起当初那些年轻的党代表们 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李达一大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两年后脱党 但从未放弃信仰的李达 在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时 接到毛泽东的信函 吴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 现本公司生意兴隆 望吴兄速来加入经营 1949年12月 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6年在武汉去世 何书航 一大代表中最年长者 当年四十五岁 1935年转战福建长厅时 为敌所迫 跳崖牺牲 中年五十九岁 李汉俊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时 在武汉惨遭杀害 年仅三十七岁 陈谭秋 1943年在新疆 惨遭军阀盛世财杀害 年仅四十七岁 王晋梁 王晋美 参加一大会议四年后病逝 中年二十七岁 邓恩明 代表中最小的一位 1928年在济南被俘 1931年在狱中就疫 年仅三十岁 张国焘 1938年叛党 1949年移居香港 1979年克死加拿大 刘仁静 1929年因参加偷派组织 被开除党籍 1987年在北京去世 陈公博 1923年被开除出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 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 1946年被处死刑 周佛海 1924年脱党 1938年追随汪精卫 叛国投体 1948年病死狱中 包惠僧 1927年脱党 1949年从澳门回到北京 1979年在北京去世 董毕武 新中国成立后 离任最高法院院长 国家副主席 1975年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 新中国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76年9月9日 在北京逝世 享年83岁 毛泽东 为什么选择上井冈山 选择井冈山 按照毛泽东的事 他是别上年事 当年井冈山上 哪些老师 必将留存史册 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